这个桥晾着的时候还是很好看的 原来这样真的可以哦 我第一次知道 这里右转 就是我学车的地方了 也是如果你要坐轮船的话 这个叫景洪港也是在这里面坐 是挨着的 我们那个驾校有一段时间晚上不让练车 就是因为很多大巴车过来坐邮轮 要停车没地方停 就停到我们驾校 因为那个老板要赚钱呀 景洪港都是那个老板的 蓝仓江 那个游轮就停靠在这边上 大船的 它也有小船的 小船是这个老板自己的 大船是别人的大船 太黑了 你可能看不清楚 我停一下 能看到吗 就是这个位置的白色的建筑物看到没 那个就是坐游轮和游艇的那个综合大厅 服务大厅就在那里面排队 大概就是那个位置 然后再过去一丢丢就是我 这个船你们看不清了 看到了 对 然后左边 一会我这个桥下下 这个桥还有点长的 桥下去之后 左边就是江边夜市了 如果你不怕晒你就不买 怕晒的话就一定要买 因为 不过你玩两天的话 也晒不成什么样 我是待久了 就晒紫外线过敏了 注意安全 谢谢谢谢 会的会的 我骑的很慢 你看他们慢慢都从我身边过去 我骑的很慢的 前面那两个人说 一会他俩去框框吃顿麻辣汤 应该是东北的吧 破水节的时候 管理台就在这边 就在我这个驾校对面 放孔明灯都在这边放的 你的丽江的客栈没有开了吗 你为什么不开了呀 现在不是经济的 就是旅游业都回暖了吗 你怎么没有继续开呀 我觉得丽江的客栈卖的好贵啊 我21年的时候 丽江住的客栈好像是400多 还不怎么地 还没有版纳200多的好 对对对 就是很小 我那个也是在古城边上 没有在古城里面 古城边上吧 外围属于也不是在古城里面呢 也很小 真的是很小 还400多 而且同样都是疫情期间 它可以卖那么贵 本大200多的面积有四五十吧 我要是那啥 左面下去就是江边夜市了 你们过来的话就过完桥 然后这边绕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去泰国发展呀 你们给我点点赞吧 都没人给我点赞 哎呀红灯了 绿灯了可以走 这个人形倒是绿灯 他们这个建筑物就是这个大象会喷水的 因为白天热嘛 尤其是白天 你经过这都会被喷水 会磁水 现在改作为你们主播服 啥意思啊 谁为主播服务啊 我这小粉丝还能算主播吗 晚上其实电动车了两块 很舒服 互动人气找你 那你也没有跟我互动呀 你没有给我点赞呀 你给我点赞了吗